李宇春出席品牌活动,以身格外扬毛外套,搭配印花针织衫,粉色的丝织衬衫,还有红色的针织帽子,从上到下,从头到脚,从衣服到饰品,都是满满的鼓气风,看到本身照片的时候,所长还能感受到所谓的复古文艺,张显跟李宇春出席品牌活动。 这皮肤状态真是好,绿色的耳饰搭配红色帽子,红配绿,你们懂的,不过所长能欣赏得来这种满满都是人民币味道的颜色搭配,毕竟是哭泣的经典配色,李宇春怎么说也是人家的品牌大使,穿着搭配当然要跟金主相呼应,但是看到全身照片的时候,所长就不是很淡定了,神采一向高调的李宇春, 怎么穿上这身也有了一种一米丝的记事感,大长腿去哪儿了,丢了,虽然所长接受得了红配绿,但是这下半身的另类搭配实在是吃不下,怎么看都像是忘记了穿外裤,还有凉鞋配袜子,这种搭配好像今年很火,可能事实上走得太快,所长真是跟不上。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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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